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在iPhone手机上输入文字和切换标点符号时 你可以透过长按1,2,3键的方式 快速切换标点符号来加快你打字的速度 首先在手机萤幕上点选备忘录 接着按下右上方的加号图示 来新增一个要记录的事项 比方说你在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输入了一段文字 更多优质教学静紧持续锁定 在当中我们用了逗号和惊叹号 如果想加快打字的速度 当你在注音输入法中 想要去做切换标点符号的时候 按住1,2,3键 直到你选定好标点符号之后再放开 这个时候输入法就不会切换成标点符号 而是维持在注音输入法 另外你也可以运用长按一二三键的方式 在iPhone中所提供的标点符号和一些特殊资源上 这个时候你会看见除了原本预设的资源符号外 还提供其他的符号来使用 善用长按切换的功能 我要让你更有效率的完成网址输入 特别像是在输入.com 这种固定会输入的网址名称上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Say May